阿拉斯加的聖喬治島 有著海鳥 海豹等豐富的野生動物 以往島上的阿流生人依賴海豹為生 但從七零年代被禁之後逐漸凋零 現在這座小島的市長 要為居民爭取設置海洋保護區 希望開創新的未來 成群的北海狗自在的翻滾溪泄 陡峭的懸崖成為全球大多數 紅腿歐的築籌地點 美國阿拉斯加的聖喬治島 是個沒有樹木生長的偏遠小島 卻擁有豐富的海鳥 海豹 以及北海獅等動物族群 也是小海鵲 海鷹和海鳩等珍貴鳥類的家 尚喬治島與北邊的聖保羅島被合稱為北方的加拉巴哥 島上的原住民阿留生人 依據海豹經濟為一生懲罰兩個世紀之久 但自1970年代商業販售被禁止之後 目前島上只剩下50位居民 大多沒有工作 因此73歲土生土長的市長普萊特尼科夫 希望藉由海洋保護區的市值 為家鄉開創新的未來 另一方面 聖喬治島所在的白令海 是世界上資源最豐富 並受到嚴格監控的漁場之一 許多船隻會從西雅圖或其他港口前來 通往捕捉白眼霞雪 對海豹的食物來源造成威脅 支持者認為設置海洋保護區 不但可以減輕海豹的生存壓力 也可發展旅遊業 但也有人質疑 有多少旅客會冒著航班 因天氣停飛而受困的風險 來到小島觀光 儘管如此 市長表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並希望阿留生人 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與環境關懷 能夠世代傳承下去